Hello 又是我 企鵝 來到2月份 三星就會發佈新一代的旗艦手機 這次又可以一次出席限定活動 首先看看這幾部新機 大家好 歡迎來到Galaxy S3 Series的優先體驗活動 我最後一介紹 我是SANZONE產品Journey的AP 首先很開心 一段時間沒有見大家 可以面對面的跟大家介紹 今天我們是平衡機本 我們就這樣吧 我們就給大家掌聲鼓勵 手上這部就是S23 Ultra 打質體這部機 比上一代比較平一點 我喜歡新一代的握手感 當你單手拍攝的時候 它就會穩陣很多 舊的那部S22 Ultra 因為它是圓邊的關係 所以握在上手就好像有一點滑手的感覺 鏡頭也保護性加強了 鏡頭的保護圈也加粗了 充電位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你可以看到整部機都不會再有3.5mm的耳機插控 相信以後都不會再有的了 其他幾邊基本上一模一樣 只是天線位有點不同了 這一代最大的賣點都仍然是相機 那就可以對比一下有什麼分別了 明顯看到新機的色溫是比較貼近現實的 而S22的色溫比較暖色一點 那我就比較喜好S23新相機的色溫 另外錄影功能也有一點進步 新機支援到8K 30fps的攝錄 而舊機只是去到24fps而已 不過老實說有多可真是會拍到8K的影片呢 而且值得注意一下 這個8K的錄影只支援一倍鏡 其他鏡是不可以錄8K的 另外一個更新就是可以拍到2億像素 S22以前只可以拍1億 你看到拍一張照也要等它撈一會 因為始終2億像素要處理也要時間 然後把照片也要再處理一會兒才可以放大 再看看細節 放大來看看2億像素拍攝的成像是怎樣 看起來的油畫情況也是很重的 那你說脫了出來是否真的等於你拍一張照 其實也有一點距離 那我用S22拍一張照片去對比一下 明顯你看到1億像素的處理時間是短很多 而且拍照也不需要等的 那細節位其實都差不多 那真的看不出來看大家的分別 另外一件事我也覺得很重要的 就是儲存的大小 那你見到雖然2億像素 但是它的檔案大小並未去到2倍 以我現在拍攝的情景來講 1億像素是17Mb到18Mb 而2億像素是不到30Mb 老實說要用這麼大的儲存空間 要儲存一張照片 就算現在用1億像素 我都很少用這個功能 另外一個就是前置鏡頭也有更新 S22的前置鏡頭是4000萬像素 而新的這個鏡頭 簡直是它不標示 因為它只有1200萬像素 不要看它的像素少了 我們還要對比細節位 同樣拍一張照片 來對比一下兩者的細節位有什麼不同 雖然舊機的像素是高一點 但是你看到的細節位明顯 頭髮是拿著一坨的 而新機的你可以看到 頭髮一條條是非常清晰的 很明顯像素多少 其實不是主要決定這個相機好壞的 的確這個前置鏡頭的進步 我是非常之滿意的 這部機的另一個賣點 就是它的軟攝 我們又對比一下這兩代的軟攝 有什麼分別 現在我把這部機調去30倍Zoom 各自都拍一張照片 看看它的成像質素是怎樣 舊機拍攝Samsung這個字 邊緣位比較凹凹凹凹凹 而新機拍攝的邊緣位比較順滑 這個很大機會 跟演算法可能有少少關係 這部機當然不止去到30倍Zoom 它可以最多到100倍Zoom 所以我們都拿過100倍Zoom 試試拍兩張照片比較一下 看看有什麼分別 拍什麼好呢 就拍火牛上面那隻字 這一代都是一樣有防手震功能的 這個防手震功能 我看上兩部就沒有太大分別了 拍攝後 你看到舊機很明顯跟以前一樣 A字的邊緣位是凹凹凹凹的 而新機拍出來A字的邊緣位是順滑的 很明顯你看到這個鏡頭有少少進步 或者可能在演算法上有少少進步 這次首次在它的手機裡面 就加入星空的功能 這個星空的功能在拍攝星軌的同時 它就會寫給你看這個方向有什麼星座 有什麼星星可以看的 這個功能是挺貼心的 但是基於場地所限 現在就沒有辦法讓你看一看 究竟怎樣用這個模式 另外還有一個功能是一攝多拍的 你就可以拍幾張照片 然後把它放在一起 就可以拍到這些非常之藝術的藝術照 哇哦 我覺得我可以在M加藝術館開拍照片 玩得這部旗艦機 沒理由不玩完它的S Pen 它現在是唯一一部機是配備S Pen的 當然是拿了舊筆來看看 兩支筆的長度 還有有顏色和黑色的位置 都是一模一樣的 老實說我分不太大 至於這個書寫的靈敏度 我們一起寫一下吧 我猜你都分不到哪一部是新 哪一部是舊 我相信這次這一代是沒有進步到它的靈敏度和延遲值的 它也介紹了一個好像很實用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圈著圖製作貼紙 然後把貼紙貼到你的照片中間 軟件這東西不一定是這部新機 舊機都一樣可以做到這些功能 所以這部機的軟件就看不到有太多更新或突出的地方 玩機就玩了這麼久了 就是時候看看這幾部機賣多少錢了 看回這個S23 Ultra 今代其實除了1TB貴了之外 反而512是便宜了100元 比起去年 而256就沒有變 其他大概都是那個價錢 沒有太大的變動 反而我會說這個預購例 就不是太過吸引 因為它只是送了一個保護盲貼 一個無線充電板 以及一個機殼 那些Credit呢 就只能在網上用它網上商店買才可以有的 不然一律都是送這個機套的 最後總結幾句吧 這個Channel裡面的影片 很多都是由S22 Ultra拍出來的 包括現在你看到的相片和影片 都是一樣由S22 Ultra拍出來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成長質素 色彩鮮豔度都算是豐富 所以作為Youtuber來說 我也是非常之可以使用這些相片 作為我的日常影片剪輯當中的 這個S23 Ultra我都相當期待 因為我們的Channel 都想買多一部主力的拍攝器材 能夠可以拍多一些的影片和相片給大家看 如果可以有足夠的銀彈 買到這部新機的話 絕對一定會再拍多一些評測的影片給大家看 最後也先買個廣告 現在我們正在推出日本的旅遊影片 之後又會再推出英國的旅遊影片 所以想知道旅行去哪裡好玩呢 或者看多些美照美景的話 就記得不要錯過了 一定要訂閱、讚好和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